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物业组合扩充的潜力 在香港上市的Viz 多数都是以本地物业为主 但有一种息率达到6厘以上的Viz 业务主公内地物业 它就是月秀房地产信托基金 月秀房地产除了高息之外 它的加租能力以及扩充能力都是相当强的 在租务方面它持有8项物业组合主要集中在广州 核心的资产是包括广州国金中心贡献收入的五成半 国金中心是广州地标性物业 写字楼和商场都保持到96至98的出租率 参考近日签订的新租药 租金升幅达到一成 大和就估计了 今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写字流 租药期满后都能录得这个租金增幅 物业组合方面 去年年底月秀房托出售了广州月秀新都会 同时扣入杭州一个商务中心连车位 是继上海和武汉之后第三个对外拓展的城市 月秀房托的资产布局更多元化 有助分散投资以及提高回报率 大和相信上海、武汉及杭州 今年的租金可以有更大的增长 花旗就认为管理层仍然考虑潜在的收购 有助提升基金增长空间 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月秀房托2019至2021年的息率 达到602至603 比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息口高出四厘 总结而言 一只Vis具备加租潜力 有天字新物业和派高息这三大元素 都是理想的长线收息之选